衝突 那會被排斥 所以你尤其要在一起上個國中 今天屬於上個國中 這一些問題要特別的注意 尤其你一生 上個國中很多都會搞小團體的 那同學之間應該是 彼此的互相有愛 那不應該有這些錯誤的懷念 那剛剛有講到 愛知的話 我牽手會不會感染 愛知當中是痛苦什麼感染 血液 或者是戀無蜜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你用牽手的話是不會的 那有個牽手的話也不會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觀念要有 那這個呢 剛剛一個影片要講到 他有用包繫這樣 他就是屬於爛交嗎 不見得 那有的是為了保護自己 不要保護別人 所以這個影片就是一個初步 讓你們大概知道 那對於愛知病的一個 基本的常識觀念 那這個我就沒有問題 我們接下來 成績還沒出來 我們再看 OK了 OK 那我們成績出來 我們就準備頒獎 我們請一下下載 對 谢谢大家